过来呀 这小就这么一直陪着你 你可以就这样一直陪着我呀 链子在哪 有链子 来 啊 放这 放这儿就行了 来 公主 公主 对不起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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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滑了 不碍事了 对不起 没你事了 你去忙吧 玄珠 你没事吧 没事 都站不起来了 还说没事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我站得起来 行了 行了 上来 来 你干吗 你放我下来 我带公主去疗伤 大家继续干活 好嘞 好了 好了 是不是昨天晚上就受伤了 你没跟别人说 如果不是今天的事情 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忍着 我和你一起的 玄珠 你中了 有吗 骗你的 害怕你不说话而已 我爹已经把大典的日子定下来了 二十五 弓箭门修得慢一点 因为修祖先的灵牌确实需要一点时间 还有啊 下游的河道已经挖好了 灌溉得非常顺利 血汤也修好了 这个时间 孩子们应该在读书吧 你把我背着 就是来跟我述职的吗 我的意思是啊 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么多的事情 累吗 不累 以后别在我面前逞强 不要忘了 我 一直在你身后 走 紫辰 紫辰 快走 我不走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紫辰 你那天 什么 没什么 我看看 伤口裂开了 疼吗 紫辰 你那天真的要跟我一起参加 祭天大典吗 对啊 是他们给你压力 你才答应的吧 没有啊 那 是你真的想跟我一起 一起祭天 这个手拍还是太短了 我们去找郎忠吧 来 楼忠 我现在先看我 这是个手拍的 你这个手拍了 你这个手拍了 我现在就像我那儿 你这个手拍了 你还要什么 你这个手拍了 你这个手拍了 就像我那儿 我现在就像我那儿 这才是基本的功法 公主殿下 我刚好路过这儿 来看看祭殿的东西 准备得怎么样了 回公主 大小器件 已准备得差不多了 不过新祖灵牌 只剩下雕刻明文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秦姑娘鼓刀热肠 来帮我搬些原料 她特别好学 特向老夫请教这雕翼 火房还要准备晚餐 公主要是没有其他的事 小人先告辞了 怎么 对自己的事情还挺负责任 小人只是身居其职 负责任是应该的 好啊 身居其职 看到你这个做百姓的 我这么恪守本分 还想着来学习这些繁杂的事物 那我这个做公主的 怎么样应该少你一个机会才是啊 老师傅 先祖的牌位中 帝女的名门刻了吗 回公主 还没有 给她刻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对自己的事情 负起责任 这先祖临位 还是交由专业工匠统一制作吗 小人 小人怕记忆不经 耽误了大典 你倒是很谦虚啊 怕是你除了做公主 其他的事情都能胜任吧 来 把牌位给她 好 姑娘 为已故的弟女 好好地刻 改天 就那么苦 我给你钱 小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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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儿 轩儿 怎么这么小心 没什么了 都是小伤 对了 你早上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没什么 就是 我的镜子丢了 想借你那个同镜应用 你不是有小白吗 小白 小白是照妖的 怎能够照出大人我的风神俊朗 害不害臊 就是因为害臊才没说出口 反正我也不想要了 给你吧 虽然我不想要了 但这个也是大力的质保 你好好保存着 别搞丢了 放心吧 收着吧 我会把它带到最后一刻的 没什么 我帮你帮 不用 不用 我自己来 怎么了呀 你困你回房间去睡 我困了 我走不动了 那你 哎呀 嘴上说这不要身体去喝成是吗 盛情难去 下去 下去 你下去 好 好 傅爷爷 你干什么呀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 我 我也不怕你 你不怕我了 所以我才要看看 一会儿 你要怎么对付我 过来 过来呀 这一小就这么一直陪着你 你可以就这样一直陪着我呀 你可以就这样一直陪着我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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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准备好了吗 走吧 只要把它直接拉着 一边 这么多人 让你露出 肴死了 对 对 小白 傅九云呢 他出去了 出去了 什么时候出去的 多久回来啊 什么时候回来 要是我知道就好了 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啊 他出去办点事 让我好好照顾你 那他